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讲的这根笔算是一根复刻币 而是那个永生的 直接告诉你的永生601 对发烧偶装备专门都很喜欢的 都推出的那些很多人都有买了 然后我就没有抢到 因为我知道时候已经很晚了 是这样子 所以我最后等到现在 我才能买得到这一支笔 但是永生看来是打算全是用 这种所谓纳米龙骨盒的包装 我看来是 但是不影响我喜欢它的笔 反正还给了一个挺贴心的 但我不知道这块干嘛的 知道的观众告诉我一下 反正我是体验为主的 我反正就是说我有我自己喜欢钢笔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on understanding 我自己一个理解 对吧 反正中古笔说实话 特别是那种就太老的那种 五十年代前那些 我真的没有那种心上眼光 对吧 呃好 那一个 但是七八十我觉得它是可以的 嗯 但是首先 哦 反正挺详细的 上面有什么东西都 西水剑啊 喜欢钢笔的同学 呃自己可以看一下 呃 然后呢 就 嗯 好吧好吧 大概看看吧 哎 过一过过 给你们看看 哎 喜欢的暂停看一下 我反正就这样子过一下 说明书 Fotun Pin Fotun Pin 对 好 那一边 好 那个下来放一边 嗯 这样子 好整根笔 哇 其实Puck的灯和剑标 是我最讨厌的 它其实其他笔 我觉得都不错 就是那个肩膀很丑 我觉得不喜欢它那个肩膀 但是你说如果按周边来讲 Puck的产量肯定是说 品牌里面最多的 然后整个人看 哦 他真空善魔 哇 他那个缝做的快看不见 你看到没有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 那个缝 真的没有 我我现在的路眼看都快看不出来了 这个做的挺好的 然后这个是永生 哎 好像六零 哎 多加了这个东西 也比起之前 之前的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的 呃 然后这个尖尖的一个顶啊 对 而且不扎手 哎 这种我喜欢这种这种这种感觉 嗯 然后再下来就这个肩膀 其实我觉得把那个肩膀改了也没问题 但 可能经典的 而且它这个是六窗的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很漂亮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其实光木窗呃我觉得意义不大 有没有我都行了 反正我通常带两根筆出去 我也不会只带一个 一根备用 一根平常用 就这样 然后这个反正就呃整根钢非常扎实 然后但是手机肯定数值的 呃 但反正就还是ok了 我觉得好 这个长度我们先看一下 好吧 好 一样是这样子 也懂得 因为这个无印是真的是我常用的 因为 用洗缸我不想换 但是我签字肯定是艾成的 其实我艾成用的比无印多 但是 艾成不好搞 无印好搞 所以说呃 就反正就是 哎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我笔套 就是说我平常就一根植物线 对吧 这但这根是原原子笔 这根艾成 反正我基本上就这两根正楼 其他我我 因为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威迪文 但 那个其他的我也会试 但是我主力用两根 肯定是刚刚说那两根一根就平常 呃 写一些 专重一点的文件 那我是用原子笔的 我不会用钢笔 那平常我自己玩签字什么 那我就用艾成写 写字也是 就是说我把它一体化了 所以说其实不然 我是喜欢用m 我是喜欢用lgm 好 那个整个长度先回来 呃 整个长度13.8 13.8左右 这样子 呃 反正就还ok 整个长度 反正应该是我觉得尺寸 应该是跟512差不多了 呃 其他的应该没什么 大的一个 呃 特斯 我觉得就没什么大的一个需要讲的地方了 那整个反正就看起来就是品质 还是挺挺到位的 价格也不贵 我这根不是金剑的 是大概就50块了 人民币左右 然后就呃呃 200台币 然后那个五六四到七十的呃港币左右吧 然后整根比我们先这个先打开一下看一下 嗯 整个感觉怎么样 但六莫穿 呃六呃就是什么 呃六呃六开的一个关墨窗嘛 然后这个应该是下牛 哎 果然可以 就是永生的比这点好 我不知道英雄的可不可以 但是就这样子 你整个就这样子冲洗 而且洗得很干净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装回去 其实这个设计我觉得挺 哦 我觉得挺好的 呃 这个 呃呃 哎呃 这好激动啊 这好激动 真真好激动 很激动 好了好了 来来来来来 来按一下这感觉 来试一下 来来来来 这好了 看着看着关墨窗 还是哎 哎 哎可以了可以了 关墨窗这里已经有墨了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但是已经电污了 呃 这样子好 那个继续 我把这个笔给擦一下 擦一下以后 对 反正就还不错 这个上墨反正就相当 相当实用的一个笔 呃 这个先盖上 暂时说实话 呃 应该是笔杆除墨了 呃 但是啊 中间有根小管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一根非常小的管 这样子 反正 呃 应该能看到吧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中间跟小管 反正就我觉得 应该是笔杆除墨了 但写起来还是很到位 呃 然后整根笔拿起来 也是非常舒服 非常实用一根笔 应该有史以来就是 因为他那三末方式什么的 你用完就可以整根 如果真的不喜欢就换一根吧 但是他也没有细末器那种 那么繁琐 按一下右上墨啊 这才深圳使用的 钢笔 不愧是经典啊 然后这样子 永生 而且是按间笔 哇 还是一样 跟那个618一样 非常出色 永生601 很出色的笔 非常不错 很棒很棒 呃 我非常满意 说实话的 而且 它的滑顺度和阻尼感 呃 刚刚好 偏滑偏滑 呃 我用 在我的手感来讲 它偏滑 但是我觉得 无三大眼 反正好比 呃 一样 就是说很值得买 呃 不管你玩什么的 你说要反 如果你是玩玩比拆比的 那我不太建议你买 你买还是 你买这真的来拆吧 这次过瘾或使用性 肯定还是足够的 呃 初戏上面来讲 呃 我这次 它好像没有尖可以选 好像是F 那反正就呃 你看会比我的 无印这根细一点 呃 还行还行 但它压的时候 没法像无印这种 这么 就是说 我稍微用力一点压 因为我空笔 算是比较轻的那种了 哈 你看轻重轻重 对吧 呃 但是永生的这根笔 会比我无印这根细一点 其实你现在这样子能看到 好 那个纸 就大概写一写 放一边去 因为这个不是很重要 然后再下来 我们再回去 回来讲这个问题 反正这根笔呢 怎么样呢 就是说呃 我真的挺满意 非常不错的一根笔 而且我 我就随便按了几下 如果是 能看到木还有多少 其实这个光幕上 真的意义不大 说实话 但它这个的 做的最好地方在哪 就跟拉米那个笔一样 就做到 我看不到那缝 哇 这个就很很棒了 呃 因为这个的一体感 就非常非常强了 因为拉米也是 这样子一种就玩 一体感的这种设计 它玩得特别好 我们拉米也是这个特点 而且这个上墨机是暗暗 真的很棒 呃 像那个什么 百乐的 那一个 MYG的 我现在百乐是这样子 这个吗 呃 就是百乐 马尔斯的 这个短缸 那么 但我这个M90嘛 我现在 我现在也是这样子啊 不好意思 这个环 我先把它弄回去 但我 哦 怎么 哦 我知道了 好的 那一个 反过来了 我开反了 然后另外一边才对 好 OK 刚刚那个是 它是两边这样子 说上去的 好 那我 我也是喜欢用这个 啊 之前洗过笔 摔后一点声音 我也是喜欢用这样子的 所以呃 基本上的话是这样 虽然这根笔 我说过 不用 但是我会玩 啊 就这样子 嗯 因此呢 会这样子 就这种上墨方式 其实是我 我暂时如果是像我这种 天天用笔的 就我不敢说我写了很多 我可能一天 我写一个小时 这样子 但是我更喜欢这种上墨方式 非常经典一根笔 这根的话 我应该会留着 好 那个 今天讲的视频就到这吧 反正这根笔真的 嗯 很开心 很开心这样的 呃 能买到这根笔 好 那个今天要 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有你们有什么的一个感受 可以一起分享这样子 反正呃 我觉得大家体验为主啊 评论的话就算了吧 毕竟 嗯 呃 玩这个东西玩到 玩官被玩到这么专的时候 我觉得 没有必要 啊 好 那个 谢谢大家